預售屋一棟接一棟 不少建商拼年後開工 中央為了打炒房 推出屯房稅2.0 今年7月1日上路 房屋稅差別稅率 参考基準也出爐 這一段加重課稅的區位裡面 我們針對直轄市定的部分 它就比較高一點 相對會比其他非六度 會稍微高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針對多屋族直轄市3.2%起跳 七戶以上最高4.8% 非直轄市2.6% 七戶以上同樣也是4.8% 另外針對建商漁屋 只要超過兩年以上 沒有銷售出去 最高科稅4.8% 希望它能恆著市場狀況 來調整房屋的銷售價格 那再考量說到底 跟它增加的房屋稅 稅付相比 去訂定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來出售 中央防止二一屯房 不過針對持有一戶的自住戶 原本稅率1.2% 也優惠降到1% 豪宅則排除在外 312萬5000餘戶 他享受了23.6億元的房屋稅 減稅利益 財政部發布房屋稅差別稅率基準 最快3月底正式公告 希望透過稅率調整 要來遏止屯房歪崩 民視新聞陳恵林公綜藝 台北報導 中央文化 atlant 中央文化